小姐姐追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你追剧帮你排雷的小黑 我是哈雷 这两天总是刷到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的CP剪辑 我这颗CP的心点进去 结果发现 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校园甜甜恋爱 而是一部不一样的大女主剧 它完整地讲述了 山西小镇女孩罗琪琪 从吊尾插身考上清华的故事 这个励志的故事呢 在豆瓣获得了8.2分 女主罗琪琪也不同于 传统校园剧女主 她不是温暖冰山男主的小太阳 也不是不需要智商 只负责可爱的甜妹 相反的 罗琪琪大多数的时候呢 充满了一股杂皮气息 她跟父母老师作对 跟同学打架 成天进出游戏厅 甚至逃票翻火车 也是信手年来 但你想象不到的是 这样一个混世魔王 对完全世界之后 会在游戏厅背后的房间里 看数学 玩游总高曲抢白天操玩 会弯送回家研究孙子病法的 塞波旁克 所以还是多读点数吧 罗琪琪在实现梦想的路上 也经历了迷茫 见走偏锋的时候 好在呢 她有一个强大的 独立人格 整部剧呢 就是她拒绝被定义归序 不断坚定自我道路的抗争史 罗琪琪独立人格的行程 要从她小时候说起 小时候 罗琪琪的父母 在城邻工厂上班 又生了二胎 没有时间照顾她呀 就把她送到了乡下老爷家里 罗琪琪的老爷呢 是退休的土木工程师 他教罗琪琪数学 给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 她的自我观念 在无形中影响着罗琪琪 小时候的罗琪琪啊 还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 但她也只是想要收获周围人喜爱的小孩子 结果在被父母接到城里之后 她经历的一切好像都在说 这里不欢迎你 明明爸爸自己叫罗琪琪下楼学跳舞 他兴冲冲的跑下楼去 诶 却被晾在一边 明明罗琪琪没有偷同学的钢笔 老师就因为同学的一句证词 认定罗琪琪是小偷 甚至父母也要买只新钢笔 让他赔礼道歉 明明奥数老师说好的 在奥数比赛考试中 考好了 父母就会喜欢自己 结果回家 奖状被妹妹撕坏后 妈妈只说了一句 奖状他就是一张纸没一眼 明明妈妈说好的 书架就回去看老爷 结果老爷去世 他都没有带罗琪琪去葬礼 还是徐晓波捡到了罗琪琪 咚着三轮车 才把他带到老爷的葬礼现场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粉碎了社会评价体系 在罗琪琪这里的权威 他逐渐明白 自己没有必要去迎合社会的期待 于是他开始变得不合群 变得叛逆 罗琪琪的这种被动叛逆 反而成就了他内在的自我 种种言而无信 让他更加像是老爷的话 让他更会独立判断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这个时候 罗琪琪的独立人格 出具雏形 只是在独立人格强大到自洽前 罗琪琪能够对抗环境的方法 只有逃跑 他逃跑的第一站 就是 腰儿拐 腰儿拐游戏厅 给了罗琪琪归属感 这里的家人会陪他过生日 会征求他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 这里有一个叫徐小波的人 徐小波 高三再读学霸 他爸爸去世 妈妈患有精神疾病 爸爸好友为了接近他们母子 让他在自己开的游戏厅里打杂 好有一份收入 用来维持日常生活 罗琪琪老爷去世之后 徐小波接替了老爷的后盾角色 他会倾听罗琪琪的心事 会鼓励罗琪琪把高中念完 或许是数学带给自己的片刻宁静 又或许是小波时不时的提醒 罗琪琪并没有被游戏厅里的吃喝玩乐环境童话 觉得这种混沌的生活可行 而是一直想着离开 其实 我很想离开这里 离开学校和家 去个谁都不认识 谁都找不到的地方 越远越好 越快越好 于是在妈妈让罗琪琪退学 要把罗琪琪送进工厂的时候 罗琪琪毅然决然开始了第二次逃跑 她买了去西安的车票 想用挣钱养活自己这种独立的表层含义来证明自己 哪怕只是去做服务员洗盘子 哪怕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终点 我买票 你去哪儿 买票得有个目的地啊 你想好了吗 临走前她去学校图书馆还数学题集 遇到小学时教自己一目十行的天才陈静 陈静听说她退学了 说出了心声 我很理解你现在的愤怒 但愤怒只是愤怒 愤怒不是选择 是的 一时的意气用事是给不了自己未来的 她开始思考这么多年 她每次躲进衣柜推倒的树链 搁在游戏厅后房间里演算的等式 会不会也是这次逃跑的目的地 我是自己的我 我可以决定我自己想要做什么 想要干什么 你呢 你真的想走吗 但是我更想上大学 其实你不想走 你只是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爸妈不爱你 学校里有人欺负你 你受不了全世界除了小波哥 没人愿意听你的故事 我没有走 你也别走 罗姐姐回到学校决定考大学 这就意味着 这次她要再次直面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 她要考试 要接受分数的评判 她又陷入了坚持自我和寻求认同的矛盾 老师找到她 想让她参加演讲比赛 她顶着被班级孤立的压力参加 最后文章却落血呢 她找到老师询问原因 老师反问她 你对自己的演讲高满意吗 我觉得我写的就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所以我挺满意 那你为什么要在意我的观点 人最珍贵的是自由意志 但最需要的却是认同感 只是习惯了接受外界评价的大家 只记得自由意志来自自己 忘记了认同感呢 也是可以来自自己的 顺应考试选拨规则 并不意味着交付评价自我权利 它不过是实现自由意志的一种途径罢了 反应一下 就是考试的时候 浅庄小弟 考得好就不愧是我 考得不好就是你算老几 你在教我做事啊 在逻辑器的利息之路上 他时刻践行着自我认同这一点 逻辑器看到被迫退学的林楠 劝自己读书时的真诚 看到小姑放弃高考的那种不甘心 才明白原来内心对进工厂的讨厌 也是渴望读书的另一种转换表达 我是想要考大学 你知道一个人想要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有多不容易吗 你知道我是花了多久的时间 才找到这些的吗 但是你早就找到了 你早就找到了我知道的 我知道你想考大学不是因为你爸 而是因为你自己就想 对不对 我们以后就去北京 一起去北京 你难道就不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 不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 不想看看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想吧 对吧 这一段罗琪琪既追问小波也追问自己 她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弹出提问窗口 然后一遍又一遍的按下确定键 之后的日子里 罗琪琪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她最擅长的就是了解自己 对自己诚实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你能看出她逐渐往真正的独立靠拢 那就是全盘承受自己选择考大学的代价 她知道自己的基础差 提型稍微变换就不会做 就去找高一的书来补基础 她不用提海战术感动自己 而是仔细研究透做过的题 找到推导的本质 她不急于求成 会耐心的按照计划提升自己 学习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我愿意努力 但你等不了 除了通过自己实现成长 罗琪琪还有一点区别于寻常大女主 那就是她始终以一个主动的姿态 去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 很多标榜女性主义的作品 女主总是处于被动的位置 在一大群男人之间迷失痛苦 难以摆脱他们的影响 但罗琪琪不会受困于男女性缘关系 她对目标的坚定 反而会影响小波和张俊 让他们得到成长 小波高考失利想进工厂的时候 因为出手打人被停学的时候 都是罗琪琪用并肩同行的约定 说服她复读 激励她不要向命运屈服 罗琪琪獨特的气质 也让张俊的目光始终追逐着她 不自觉的被她影响 要被家人送去寄宿学校的时候 迎风送失的罗琪琪就给了张俊 勇气跳车反抗 而且就算喜欢张俊 罗琪琪她也没有迷失自己 他们有一次大吵一架 罗琪琪回到家还能排除杂念 马上开始作题 不过比起跟男性的互动 这部剧更让我们惊喜的是 以罗琪琪为主的两组女性关系 其中一组就是罗琪琪和同学光和 一敌一友的微妙感情 光和是一个在社会评价体系中 如鱼得水的乖乖女 是大家都喜欢的白天鹅 完美到让罗琪琪从小就仰望她的光环 光和反而认为自己一直被 框垫在他人的标准里 真实让她躲在面具后面 羡慕罗琪琪的坦诚自由 解药不逊的罗琪琪对光和的吸引力 大到她甚至会效仿琪琪的行为 琪琪看什么书 她就紧随其后去借阅 他们并不止于互相羡慕 还像是无形的对手 罗琪琪会想要去打败 去超越光和 她小时候想在光和漂亮的裙子上泼墨水 打听到完美的光和不会画画 还专门去学了一段时间 罗琪琪遇到学习困难 光和会主动帮助她 鼓励她想拿班级第一的痴心妄想 但当琪琪真的拿到第一超越自己时 光和也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极度 开始疏远琪琪 在刻画罗琪琪和光和的 这对人物关系的时候 编剧没有让女性总是保持 谦虚美好的正面形象 他们之间也可以有极度 有竞争 会暗自比较相互较量 最重要的是 他们会把负面情绪 转化为自身前进的动力 我不仅现在赢你 我之后还会赢你 而且我会拿年纪第一 我不会别的 就会拿给你看 比起有些电视剧假大空 却方便截图 营销和喊口号 总是配闻女孩子 就是香香软软的贴贴 包饺子的场面 罗琪琪和光和是不够相亲相爱的 但他们更像是真实的复杂的人 嫉妒很正常 人很复杂 我们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些阴暗的角度 但是你必须清楚 别人的眼光 别人的成就 不应该是你判断自己的标准 另外一组就是罗琪琪和闺蜜小飞 小飞是琪琪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 在琪琪还是个边缘人 还没有变强大的时候 小飞就给了她需要的信任和支持 小飞陪琪琪度过了童年 琪琪高中面对老师质疑 选择站乒乓球台对抗 大家的不认同 也是小飞不顾他人眼光 冲上乒乓球台拥抱他 琪琪还是琪琪 琪琪没有变 他们最了解彼此的过去 亲密无间 但自从小飞开始恋爱 频频逃课 琪琪成绩越来越优秀 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 两个人就有了隔阂 渐行渐远 也许有的人起点跟你相同 但是方向不同 那最终就会越走越远 人会不会就是这样 哪怕以前无话不谈 也可能走着走着就散了 小飞想要跟男友远走高飞 并非完全是因为恋爱老 她的家庭其实比琪琪更水深火热 父亲常年家暴母亲 母亲懦弱不敢反抗 她就像曾经的罗琪琪一样 想要逃离这里寻找新的未来 只是她错误的把未来 绑定在了一个男人身上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每天看着我妈被那个人打 我每天都要装成一个乖孩子 就为了不挨打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的生活 这就是我的生活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一直留在这里 小飞的原生家庭 以及她被性情的捞遇 让琪琪明白了 弱者是被环境塑造的 我们有机会变强大 不是为了贬低弱者 而是要去互相帮助 因为你可能只是比他们更幸运而已 我们之前讨论过 我说安娜是生活里的弱者 可是弱者天生就是弱者 我们读书 接受教育 难道就可以去贬低那些 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那些受过伤害的人吗 安娜不是天生就是安娜 安娜一定是被塑造的 塑造她的人可能就是你 也可能是我 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选择互相帮助 而是非要等到安娜握轨的时候 才能明白过来 这一切不是她的错 所以罗琪琪选择陪伴在小飞身边 向医生询问生理知识 确认她没有怀孕 鼓励小飞走出阴霾 只认罪犯 给了她独自远走高飞的勇气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 是否依然 孤独的转个不停 罗琪琪的故事 看到这里 大家能感觉到 为什么我们说 这是一部不一样的大女主剧了吧 一是罗琪琪强大的自驱力 她考上清华的利息之战里 出现了很多人 但他人只是过客 罗琪琪自己才是她人生唯一的标识 她的成长 不依赖他人的帮助 或低概率的幸运 靠自己所感所悟 所作所为实现了理想 二是这部剧正常描写女性关系 不悬浮 不刻意 人物真实丰满 当然这部剧最动人的 还是她告诉你 人人都能是主角 罗琪琪的起点低 所以她经受的内心煎熬 奋斗过程 能够感染 激励到我们 看的时候 一点都不想快进 真正做到 让观众看少年 却不沉浸于少年时光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点睛之笔是 回不去三个字 因为生活是在不断变化的 一味留恋和后悔 只会停住在原地 只有不回头 才能不断向前走 生活就是这样 到处都是风险 到处都是变故 我们只能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不回头 不要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 而让自己停滞 不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 只为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后悔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播内容了 对于年少时光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弹幕区和评论留言哦 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长按小拇指 一键三连 再点点关注哦 我是大街之巨 帮你排雷的小黑 我是哈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